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甜呢 是美好的 是比喻幸福快乐的生活 那是要甜先苦 要意先劳 这个意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意呀 就是安闲的意思 是安乐的意思 要意先劳 劳就是指的 辛劳辛苦 须须的下 这个须是低头 降福 须须的下 才跳得高 所以说 为人 乃克 有忌 这个忌是帮助的意思 注意的意思 那么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一个人 他要想得到 幸福 快乐的生活 这个快乐 不是从天上 掉下来的 而是呢 要吃苦耐劳 通过自己的努力 来营造幸福的人生 幸福的生活 所以要先吃苦 吃得苦中苦 所以我们要过安乐的生活 要刻苦耐劳 那么要屈的下 这是说 脚要先弯曲 才能够跳得高 这是比喻说 我们人 要能够 先学会吃苦 就如同 这个脚 先弯曲 之后呢 他才能够 跳得越高 所以呢 我们在家庭当中 在这个 学校啊 乃至社会当中啊 确实我们看到 特别是老一辈的人 这些老人呢 都是非常的 吃苦耐劳的 那么记得呢 我的这个 老祖母 那么他老人家呢 是活到了 94岁 就是三四岁 那么这一代的老人 他们都是非常能吃苦的 我记得祖母 在我记事的时候 他就一生都是非常勤劳 勤勤 肯肯的 去超值家务 去做一些啊 作为母亲 作为妻子 他应该要做的事情 甚至于呢 到他临终的前一天 他还把自己啊 每天 种田的这些农具 他都洗得干干净净的 然后把他摆放的 整整齐齐的 那么因为我们 在台湾是非常重视 祭祀 祭祀祖先 老祖母走的那一天呢 刚好呢 是一个祭祖的日子 那么他白天呢 还在看着 这个家里啊 在祠堂里面 要供奉祖先 这个儿媳妇呢 都会把饭菜啊 都准备好 端到祖先的排位面前 然后老祖母还在 一边视察一边看啊 这些供菜都准备的怎么样 有没有 拌得很丰盛 来供养祖先 然后呢 又跟他的曾孙子 就是在一起 玩得很开心 就是这么走的 所以走之前呢 头一天还在打理自己劳动的工具 走的那一天呢 还在检视这个祭祖啊 所祭拜的这些物品 这是一个中国的传统的家庭当中 一个女人 她一生非常重要的这些事情 她走之前也都把她打点得好好的 那么后来当祖母在年纪大的时候啊 当然她就不能够下地去种田了 但是一直到她九十三四岁的时候 她包括自己的衣服啊 都还是自己洗 然后呢 有时候她不能种田 她就帮父亲呢 在旁边拔拔草 一边听着佛号 一边在那里拔草 所以一辈子呢 都非常的勤劳 非常的简朴 如果我们看到老一辈的老人呢 确实呢 特别是这些母亲们啊 都是用她的身教来教导我们 一定要勤劳 所以那时候我母亲 就是刚嫁过来的时候 因为当时呢 我们整个家族 上上下下都是共用一个祠堂 一个每逢逢年过节啊 一些重要的节日啊 那么家人呢 都要去祭拜 那我母亲就是看到祖母 我的祖母啊 就是一个非常勤劳的人 所以嫁到这个家庭来之后呢 比如说一到要祭祖的时候 那么一定呢 吃早上就起得很早 就一定呢 把祭祀祖先的饭菜 以及呢 要煮给家人的早餐 都准备得好好的 我母亲也学习 那个奶奶 这种非常勤劳的风范 对于祭拜祖先 对于打理家事 都呢 也是非常的勤勉和认真 那么当时呢 母亲结婚的时候 外公就曾经嘱咐他 他说呢 这个厨房啊 是一个女人的脸 你这个厨房干不干净 人家就知道呢 你们这家的媳妇啊 是不是一个勤劳的人 所以母亲嫁过来之后呢 把这个在家里收拾房子 收拾厨房啊 每天都把这个厨房 擦得干干净净的 就后来的长辈啊 整个大家庭当中 很多长辈呢 都让他们的媳妇来我们家 看我们家的这个厨房 说你看他们家 这个这家的媳妇啊 把这个厨房 每天都擦得这么干净 所以这个吃苦耐劳啊 在中国人的传统家庭当中 确实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德行 就是即使呢 一个家庭再富贵 再显耀 显这个发达 那么这个家庭的子弟啊 儿孙啊 也是非常重视 勤苦耐劳 这样的一种家风 那我们在这个国语 这部书当中啊 就有看到一个篇章 就是 《尽疆论劳逸》 这是说呢 在春秋时期 鲁国的大夫 功夫文博 他退朝的时候 他就去看望他自己的母亲 结果这个时候呢 就看到他母亲正在织麻 正在织布 这时候 这个文博啊 他就觉得很惊讶 他说呢 像我们这样的人家 已经是在朝为官了 是做到很大的官了 非常显贵 那像我们 我们家的母亲 还要亲自来织布 他觉得 这样恐怕呢 不太好吧 就是会让 当时的全臣 继孙士呢 会以为说呢 我对母亲不孝敬 结果想不到啊 他的母亲也是一个 身名大义的人 他就叹了一口气呢 跟他说呢 恐怕鲁国要灭亡了吧 像你这样的人 在这里滥鱼充塑的当官 却不了解当官的道理 你过来 我给你讲一讲 于是他母亲呢 就教导他 他说呢 过去的古圣先王啊 他在安置老百姓的时候 他所选择的都是 非常贫瘠的土地 让百姓安居下来 那么在这个时候 百姓们 因为这个土地 并不是很肥沃 所以他们就要 很勤劳的去劳动 才能够把他这种 刻苦耐劳的精神啊 把他锻炼出来 那么他的母亲就教导他呀 他说 老百姓一定要劳动 因为他劳动 他知道呢 这一丝一缕 一粒饭啊 一粒米 这一寸丝 来的都很不容易 所以呢 他们的生活 才会过得节俭 那么想到节俭 因为有节俭 这样的美德呢 他这种善心啊 才会生发出来 如果一个人 他的生活呢 过得非常的安逸的话呢 他就会只会想到享受 会想到享乐 而他真正的善心善念呢 就很容易泥灭 都是被这些贪欲给占据了 他真正的善心是生不起来的 而当他的善心生不起来的时候 那么什么会生起来呢 当然是邪思邪念会生起来啊 所以说 生活在非常肥沃的土地上的百姓呢 往往他不容易成才 因为他太安逸了 生活太富足了 可是当这个百姓啊 他是生活在一个 很贫瘠的土地上的时候啊 他们啊 反而呢 这个艰难困苦的生活 会启发他的善心善念 他就会向往正义 这是勤劳的好处 所以 他的母亲就教导他 说你现在呢 在朝廷做官 做官呢 是在一个很高的位置上面 在上位的人呢 是要劳心 而在下位的人 要劳力 也就做官 虽然不用跟老百姓一样 去种田 但是你每天都要很勤奋的去 为老百姓谋幸福 去谋划呀 要劳心 在下位的人呢 则是要劳力 我没有这个本事 去做官啊 去国家政府里面 当一方的地方官 那么我是一个普通的农夫 也没关系 你在家里呢 就好好的种田 所以像这些呢 都是先王的教训 所以从上到下 没有人敢懈怠的 而现在我是一个寡妇 而你是一个小官 即使你从早到晚 都很勤劳的去做事情 都还恐怕呢 没有办法保住祖先 所留下来的这个事业 更何况呢 你现在有这种呢 非常这个懒散懒惰的 怠惰的这种想法 又怎么能避免罪乏呢 所以我希望你啊 从早到晚都能够提醒我 一定不能够荒废祖先 所留给我们的事业 但是你现在啊 却偏偏的希望我们家里的人 都要求安逸 就是因为当时他退场的时候 看到母亲在织布 就觉得说 他在织麻嘛 就觉得说像我这么 官位这么高的大臣 我母亲还要做这种粗活 做这种劳动的 这个普通人做的这些工作 他觉得很没面子 对母亲就责骂他 是自求安逸的这种行为 就是怕说啊 他这样子去承担 国家所给你妇女的责任的话 我恐怕将来你的父亲呢 恐怕连祭祀的人都没有了 那么后来呢 这件事情啊 就被孔老夫子听到了 因为这个当时呢 他是跟夫子啊 生活在同样的一个时代 那么孔子啊 听到了这个话之后 就对这位母亲非常的赞叹 就让他的学生们啊 要记住这母亲所说的这些话 就是静江顿劳义 这里面记载的 那么说像济世家里有这样的母亲 这样的妇人呢 那么可以说呢 她是不贪图 安逸的一个贤德的妇女了 好 所以我们看到啊 在几千年前呢 在一个家庭当中 在一个家庭当中 连一个女子 她都是身名大义呀 知道呢 自己的儿子 所思所想 所做的是不正确的 从生活上一点点小事 就开始呢 用这些道理 来劝勉自己的儿子 希望呢 他一定啊 不要贪图安逸 希望呢 他不要因为自己的地位很高 而放纵自己 而去贪图享受 我们从这里看到 在古时候呢 这些母亲呢 都是了不起的贤德之人 感谢观看